你知道飞云浦之战到底有多凶险吗? 为什么说除了武松之外,换成梁山其他好汉,就算是卢俊逸临冲都无法通过。 首先飞云浦无疑是整本水浒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,这其中主要有四个原因。 首先是武松在出行之前就按照惯例挨了一顿毒打。 虽然有人为武松使了点钱财,打得轻了点,但即便不是伤筋动骨,至少也能减弱武松不少战力。 其次是武松当时身披枷锁,手脚脑袋都被控制,连上个厕所都要申请。 第三是前来了结武松的杀手虽然有两个是普通的牙医,但另有两人是张兜坚和蒋门神亲选的,战力肯定不低。 最后一点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,那就是我们是用上帝视角来观看这场战斗的。 但作为当事人的武松并没有提前知晓,相当于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四个人偷袭。 单就这一点就足以淘汰绝大多数的梁山好汉,因为不论是官胜,林冲还是卢俊逸这样的猛人, 他们日常训练或是战场对敌,几乎都是光明磊落的,提前就知道要跟谁打,要跟几个人打, 相当于双方都是名牌的情况下开打,打的就是你牌面好不好。 但武松却是抹黑挨打,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那么施奈安又是如何描写这一段的呢? 首先刚出门没多久,武松就发现两个押送他的牙抑起了戒心, 偷偷听到了两人在交头接耳,说杀手怎么没来。 等到了飞云谱地界时,武松几乎坐实了心中的疑惑, 因为飞云谱这地实在是太适合杀人了。 他武松常年游走江湖,平日里都是跟混混流氓杀人犯打交的, 又干过都头,太知道飞云谱的地理优越性, 在这里杀个人再随手一扔,没个三五年根本不可能被发现。 再加上突然出现了两个杀手模样的人, 武松这才料定这四人是想在飞云谱杀人灭口。 很多人都觉得武松能发现是因为那四人太蠢, 但实际上武松的战斗智商以及敏感程度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。 比如在十字坡时,武松一眼就能看出这地有毛泥, 大概率是黑店。 这不仅得益于他常年行走江湖积累下的经验, 更有他天生的敏锐观察力。 相比之下,鲁智深就直接被麻烦, 险些做成了肉包子。 而即便梁山好汉中也有人跟武松一样敏锐, 能捕捉到这些细节, 但知道之后又能怎么样呢? 即便是卢俊逸这样的水浒战力天花板, 当他发现自己即将被人杀死时也只是泪流满面, 一点没有好汉的样子, 更别提什么反抗不反抗的了。 当他被押赴法场时, 拼命三郎石秀从天而降来救他, 可卢俊逸居然被下的路都走不利索, 还得石秀背着才能逃生。 而像林冲这样性格软弱之人, 直到被绑在大树下都没意识到对方要杀人, 等意识到了也只能在一边大哭。 如果不是鲁智深及时赶到, 豹子头早就领盒饭了。 那武松是怎么做的? 他意识到这一切后一点不叙, 也不打算跑, 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我要反杀。 他先是假装要尿尿, 然后偷袭, 一下就踹翻一个牙翼。 这种反客为主的打法直接让另外三名杀手当场猛逼了, 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桩唾手可得的买卖, 武松绝对死定了。 谁都没想到武松能在绝境时还敢反打, 可正是这片刻疏忽局势就完全不同了。 武松先是一个转身拉开安全距离, 之后又故意让杀手砍中他的枷锁, 最后挣脱。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, 三个吓破胆的贼人在持刀的武松面前根本不够大, 《谁虎传》原文仅仅用了二百字左右的篇幅就讲完了这场打斗, 可见在占据仙击的武松面前, 多大的烈士都不算烈士。 而事后的血剑鸳鸯楼更是彰显了武松不同寻常的秉静, 要按照正常人的思路, 在飞云谱侥幸活下来后肯定想的是跑路, 而武松不一样, 他无愧于人间太岁神的外号, 居然还想着继续反杀, 当天晚上就灭了张都尖满门, 张都尖做梦都没想到武松能从飞云谱活下来, 更想不到幸存下来的武松不想着逃命, 居然还敢来给他来个全家福套餐, 而这也反映出了武松的抗争精神, 如果没有抗争精神的知识, 是不可能从飞云谱活下来的, 不论是卢俊逸, 林冲, 官圣这样的猛人, 且不论他们的功夫都是马上功夫, 只在抗争精神上这一项就缺失太多, 如果真的要换成这三位水浒一流战力去飞云谱, 那估计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立即下跪求饶, 那如果把武松换成同为部军首领的鲁制身, 有没有可能逃生呢? 我个人觉得是很难, 首先且不论以鲁制身的粗莽性子, 能不能发现有人要在飞云谱谋害他, 即便他发现了, 起了反杀的心思, 但如何反杀又是天大的难题, 鲁制身虽然力大无穷, 有可能能够挣脱枷锁, 但他在五台山上与群僧打斗时就吃了很多棍棒, 这说明鲁制身力大有余, 但身法和敏捷性不足, 即便是在没伤没病, 没有枷锁的情况下也很难无伤打赢, 而飞云谱时武松可没有武技, 又佩戴枷锁, 对方又拿着利刃, 稍微滑到一点就必死无疑, 因此飞云谱之战可能也只有武松能够幸存, 即便是让林冲骑着卢俊义都不一定能打得赢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